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我们请 行政院人事总处 朱副仁市长 请行政院主计总处 公务预算处 刘专门委员 请外交部 张文良主任秘书 然后请全序部吴冲城次长 请立法院法治局 还是书副局长吗 那个郭主长有没有来 没关系来书副局长你请 因为我有问题要跟你请教 好请各位官员 谢谢我们又请几位机关的 刚才包括几位秘书长副秘书长上来 是因为我想听一下各位专业的意见 那么我早上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五个版本都提到了 总统副总统当选人的办公室 那么都提到了 要可以调指定调任公务员 那么大多数的版本除了民进党版本之外 也都规定了要有主管机关 要编列预算核销经费 那么我要请问那到底 其实这个问题是应该各位要提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没有行政院的版本 没有总统府的这个版本 我们只有立法院的委员的版本 但是各位会遇到确实际上的状况 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到这么多版本都提到 总统副总统当选的办公室 那这个办公室就你们的专业的看法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它是机关 或者它是任务编组 或者它是派出单位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能不能说明一下 哪一位可以说明 你们应该提的问题由我来提了 那你们谁可以回答我 来我们都不 来来来来 市长 它的规范的实质的内容来看呢 应该是属于任务编组 它是任务编组 那任务编组呢 我们也知道 譬如说 这个行政院或者是各个机关 都会有任务编组 那任务编组是由机关任命 对不对 没有错吧 譬如说 内政部有政党审议委员会 它这个委员会 是机关透过法定的程序 去聘任嘛 是不是这样 那是谁来任命这个总统副总统的办公室呢 譬如我举个例子好了 他可以调任公务员 调任你中选会的公务员 你调去了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 那他要听谁的命令呢 他要听总统当选人副总统当选人吗 那他要听他们任命的 譬如说 他有一个这个总干事在那边 或者如果照时代力量的版本 他要任命一个主任 他有原额 这个主任要任用资格吗 我们不知道 那他要听这个总干事 这个总干事是选举的总干事 或是他政党的秘书长 我公务员去那边被你调去那边 我要听你的命令 那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来命令我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这都是你们要问的问题 结果你们没有一个人在问这些问题 你们所有的机关的代表 面对这些法案 你们没有一个人提这些问题 你们好像理所当然 就会有一个总统副总统办公室 我看这个每一个条文 每一个版本都规定有 我觉得那个问题很大 好预算好了 我请问一下这个主记处 这个预算呢 有的版本说 主管机关编列预算 然后核销 然后核销 那有的呢 看起来意思好像就主管机关 编一笔钱啊 拨一笔钱就给你了 你花完了是你家的事情 你花完了是你家的事情 那你也要跟我核销 那或者是说 我有一笔预算在这边 你竹笔来跟我 请款 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状况了 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状况 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 这个预算啊 最后到如果这样子编 到决算的时候 审计单位会不会有意见 不知道 跟委员报告 就是首先刚刚委员 我蛮认同委员的第一个问题 我就是说第一个是说 这个办公室本身 它到底是一个机关里面的任务编组 或者是 它是像比如说是卸任总统 卸任总统到目前我们的领域 他卸任总统也是可以成立一个办公室 那如果他是一个像民间卸任总统办公室的话 那在法里面是有规定 他是按照定额 就是第一年是 第一年好像是800万 然后第二年700万等等 就是政府可以定一个标准 政府给你一笔钱 对不对 那就给你去用了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可行 所以他包括他的采购 也不用照政府采购法 也没有错 就是一笔钱给他 就是依法定一个标准 一个合理的 一个成本标准 谢谢你的回答 那我就了解了 那我要问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大家都纠结在 这个文官的任免 我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所有的版本 没有提到 这个公务人任用法之外 的这个任用 比如说政务人员的任用 你觉得为什么 来我们请一样 我们请副仁市长好了 我们请副仁市长 跟委员特别报告 他行政院通行出去的 这个人事冻结的公务里面 特别提到 这个人事冻结对于政务人员 是不适用的 不适用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政务人员 因为他就随着政府进退 他会总辞 所以我今天 即便我换一个新的行政院 秘书长 他到了520 他还是要总辞 但是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要问外交部 我要问主命 你外交部的 驻外的领事人员 包括大使 包括这个 这个叫做常任代表 副代表 他是不是有百十分之一 是不受任用资格的限制 他不管是特任或是检任 13到14只等 是不是这样 我们有人事单位同事在这 据我了解 好像没有这样的限制 有 怎么没有这样的限制 那不然你那些人员 怎么任用的 你当主任秘书 你有没有去查 驻外人员领事 报委员 我是不是能够请我们人事 驻外外交领事人员 任用条例 的第二条 来你的人事员来回答一下 是不是这一条 跟我的祷告是 对不对 来主任秘书我再问你 那我问你 你们这些 特任也好 或者是不受这百分之十 限制的大使 常任代表 常任副代表 他要不要 随这个内阁总辞 报委员 我的了解是在 这个我的问题很简单 之前曾经有 之前有过争议 有过争议 我现在问你 他会不会随着总辞 我的了解是不会 不会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的政务任用的人员 他会随着内阁的 更迭总辞 除非他有任期保障 但是住外人员里面 他有的也是特任 有的虽然是检任 但是呢 他是由总统 他对外都代表元首 对不对 大使啊 常任代表 好 所以就有过去也发生过 这样的状况 就是选完之后呢 开始有一些大使在调动了 有新任的也有 调动的也有 那所以呢 这个状况跟我们国内 的政务官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些住外使节啊 他还要经过住在国同意 好 那如果假设一个状况 我们不是说现在就会发生了 现在有没有发生 你们比我清楚 假设任何一个总统 在选完之后 他已经要卸任了 他去任命了一个 这个住外的使节 不管什么原因 他任命了之后 因为这个是代表国家元首啊 他任命他也去上任了 也成帝国书了 也代表国家元首 这个国家元首过两个月卸任 换一个新的国家 总统上任 520上任之后 说哎 那那个我要把它换掉 这样也很不好啊 对不对 你一个住外使节 两个月你就要把它换掉 当然不能换 可是这个总统心里面 又很难过 所以他明明就不代表我 他有可能是前任的国家 这个总统去任命的 我也不信任他 我为什么要让他代表我呢 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 政务任用的 就是在 住外使节这个部分 是不受 不随内阁进退 但是偏偏 他又代表国家元首 偏偏 新的国家元首上任之后 如果就去 去动这个人事 又会影响到对外关系 那这个时候 其实 在这个交接条例里面 才应该处理 因为他不在 公共人员任用法的规范范围 所以你们可以调动啊 对不对 任用法那个没有处理到 使节啦 那个处理到住外人员啦 对不对 那个除外规定 所以刚才那个 那个李俊委员拿那个表啊 你们外交部的调动特别多 因为你们26条之一 你们有除外规定 除外规定 有没有滥用 我们不管啦 但是政务人员就是 在交接条例面要处理的 其实是外交部 我们不敢说 每一个总统都会这样 就是去调动住外使节 但是万一发生了 任何法律 没有办法规范他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您觉得 报告委员 那您刚才讲的 那个情况啊 在实务上 曾经发生过 对不对 曾经发生过 未来也有可能发生 那在公务人员任用法里面 第26条的 这个例外的规定啊 是指这个住外人员 的任用跟签诈 他是适用 公务人员任用法的住外人员 所以我刚才讲的 那十分之一 是不在这个公务人员任用法的范围 那个部分才是要特别做规范的嘛 你包括 包括你 住外外交领事人员的任用 他是除外嘛 他也没有 不符合公务人员任用的 任用法的规定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引用公务人员任用法 26条之一的除外条款 你不用跟我引用那个条款 因为这些十分之一就不适用 公务人员任用法 他除外除外不到他 我讲的没有错吧 对不对 这个包委员 我是不是要请我们人事处的同事 就这个问题做一个 他不用啦 他都点头 他同意我的看法嘛 所以 我不是在跟你们争论 我是在跟本会 提案的委员提醒 这些 我提到的这些问题 我今天的发言 不站在民进党版本的立场 我认为这都是一些 非常重大的问题 但是 有的版本 这些版本其实 不一定去规范到 也不一定看到 但是它确实发生过 也有可能确实会 未来会发生 也会造成极大的尴尬 我就以 住外使节为例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的结论是 这个是 立这个条例 确有必要 但是呢 因为很复杂 包括总统 副总统 当选人 办公室的地位 包括如果 所有的版本 都要调用 公务员去那边办事情 他们要接受谁的命令 会不会出问题 那就被调去的 表示是这个新政府 特别重义的人吗 那不是很尴尬吗 很奇怪吗 那我不晓得 为什么每一个版本 都这样提 好像大家觉得 这都理所当然 这个要花时间 好好讨论 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林维州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 叶宜金委员 叶宜金委员 叶宜金委员不在 陈雪生委员 陈雪生委员 陈雪生委员不在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不在 陈欧破委员 陈欧破委员 陈欧破委员不在 严宽恒委员 严宽恒委员 严宽恒委员不在 好 所有登记发言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委员咨询时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 尽速送交 个别委员会及本会 委员如有书面咨询 也会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 以书面答复 好 我们现在就讨论事项所列 并案审查议程 所排的提案 进行大体讨论 那么每一位讨论 每一位发言时间 我们原则上是六分钟 各位可以针对 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 我们并案审查的部分 来提出 进一步的讨论 那么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宣告 那么请林委员听一下 就是我们大体讨论的原则 我们希望到五点钟 能够告一段 然后我们会进入逐条 进入逐条 跟两位报告 我们处理第一条就好 好不好 然后处理第一条 我们今天会议就结束 处理完就结束 好不好 好 好 那有没有哪一位要发言 来 我们请顾委员